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的乐高啊那种积木对吧 一个一个小零件最后呢 能够拼出来一个立体的物件 甭管是拼图啊还是这个积木啊 这都是非常考验智力的一种游戏啊 就大伙拿着一个小零件 哎呦他应该是放在哪个位置啊 一点一点的逝去 最终呢就是希望能够整个图案 或者说是整个造型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其实啊 刑事侦查往往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2010年9月份 江苏常州市丽阳市警方可就碰上了这么一起案件 他们呢发现了上百块的人骨 2010年9月份下了一场大雨 大雨过后 丽阳市警方呢就来到了当地一个湖泊的旁边 大家都知道丽阳市最出名的是什么呀 天幕湖 天幕湖最出名的什么呀 天幕湖鱼头 对吧 丽阳呢水是非常多的啊 大大小小的湖泊很多 警方连夜赶过来干嘛呢 要对一处非常破败不堪的河沟来进行勘察 因为在这儿啊 很可能就隐藏着他们已经侦破了两年的一起离奇失踪案的重要线索 这个水沟呢 是在一个稻田旁边 在这水沟里边就发现有一个完全白骨化的颅骨 也就是头骨 这头骨啊 有一半还在泥水里面呢 另外一半呢 是露出来的 正好露出来两个黑洞洞的那眼窝子 这眼窝子呀 就对着侦察员们 头骨是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经过大雨冲刷 这个头骨就给露出来了 先是村民发现的 附近的村民呢都吓坏了 其实不光村民害怕 这民警看着 也感觉浑身冒冷汗呢 这个地方呢 距离公路有五六公里远 周围呀 也没有什么住家 报案的村民呢 平时是干农活的时候 才会来到这 这河沟紧挨着这村民的水稻田 杂草丛生的 同时呢 还有一些灌木植物 把这覆盖的严严实实的 警方经过整整两天的挖掘 在这处河沟深处的草丛里 淤泥里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就发现了一些肋骨啊 包括其他部分的骨骼 最后啊 大概找到了有三分之二的样子 咱们小学自然课啊 包括初中生物课上都学过 人体的骨骼一共是206块 除了一些极其细小的骨头之外 在现场发现的这些尸骨啊 已经能够拼凑出一具基本完整的人形了 那么死者是谁 死者的这些尸骨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除了尸骨之外 警方还希望通过勘察现场 能够发现更多的线索 但是呢 丽阳啊 是属于那种气候特别湿润的 典型的江南城市吗 这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啊 这气候是挺舒服 对吧 这农作物长得也好 但是却给刑事侦查带来很大的困难 因为这尸骨已经是这样子了 很明显在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平时阴雨连绵呢 脚印啊 车辙啊 这些迹象啊 早都无影无踪了 忙活到了大半夜 法医啊 就赶回了公安局 也不敢懈怠啊 也不敢休息 立刻开始验骨 通过对这些尸骨进行技术鉴定 这是一位年轻的成年女性 身高呢 一米六左右 死亡时间至少是半年以上 如果说是自然死亡 她为什么会死在那个地方 如果说涉及到犯罪 甚至涉及到杀人 那么通常指纹啊 毛发呀 血迹啊 这些和案件有关的痕迹 就会附着在人体的组织上 可这一次不行啊 这一次发现的光是骨头了呀 那些可能的指纹毛发血迹啊 很可能都随着尸骨的腐烂 已经彻底消失了 尽管现在不能确定 这就是一起命案 但是丽阳警方仍然觉得这具尸骨啊 不太对劲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我估计听到这儿 咱们听友们肯定大声的说 确定死者身份 确定尸鸢 对 往往刑事侦查 遇到此类无名尸鸢的时候 确定尸鸢是最重要的一步 之前咱们说过的很多案子 但凡尸体有点腐烂啊 甚至严重点的拒人关了 那么想确定尸鸢就很困难 那样都很困难 现在这个案子 想确定尸鸢更困难了呀 发现的就是一堆骨头啊 你从骨头看不出来 它长什么样子呀 这就让认定身份 变得是异常的艰难 这尸骨的人体组织 包括毛发都已经缺尸了 也给警方提取DNA 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法医呀 就仔细的查看 每一块骨头 就试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这法医呢 也是资深法医了 工作十几年了 这十几年里呀 接触过上千具尸体 可是没见过这么复杂的 通过对这些骨头进行检验 左看右看 发现这些骨头的形状啊 颜色呀 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假如说被人杀死的 那通常会有什么骨折呀 或者被砍被刺的痕迹啊 都没有 这就给推断死者的死亡原因 也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呀 除了尸骨之外 立阳警方通过不断的努力发掘啊 除了把骨头找着了 也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比如说 有一双旅游鞋 还发现了一个绑头发的 红色的那种发带 从那运动鞋的样式上 就能判断出来 是一双女式的运动鞋 那么这双鞋和那发带 究竟是属于谁的呢 能不能从这鞋和发带上 来找出死者的身份呢 这些信息啊 很快就被警方向社会公开的 发布出去了 就发出了这些寻尸启示 认识启示 还别说 这一招啊 还真有用 很快就有人认出来 说这个呀 是一个叫刘佩云的女司机 失踪当天穿的鞋 还有戴的发带 而此时此刻 发现尸骨的时候 距离这个女司机失踪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 立阳警方啊 也没有放弃 说继续寻找刘佩云的努力 但是为什么 两年多时间没找到 两年之后死者的尸骨 会出现在距离立阳市区 十几公里外的郊区呢 刘佩云当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一切 还得从2008年 刘佩云的失踪来开始说 2008年9月5号一大早上 立阳市公安局 就来了一个男的报案 就说自己啊 妻子一夜未归 当时这男的说妻子 叫刘佩云 25岁 在立阳市区里边 开车接送客人 她的丈夫呢 叫谢涛 谢涛说呀 那天晚上刘佩云 在市区里边拉伙 晚上9点多钟 这手机可就关机了 从那以后 是人也联系不上 这车也找不到 反正就是再也没有任何踪迹了 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不知道刘佩云去哪了 这刘佩云跟丈夫谢涛 平时就住在立阳市区 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因为夫妻俩 这都得忙于生计呀 孩子就由爷爷奶奶抚养照看着 他们这家人呢 社会关系很简单啊 就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呗 也没有什么仇家啊 所以说让人什么仇杀呀 可能醒不大 包括其他的同事啊 亲友们呢 都没有刘佩云的阴信 警方就决定 从刘佩云拉伙的行车路线 来开始进行摸牌 先从出发点开始排查 首先呢 警方就来到了 丽阳市中心区的一个超市那 为什么到这呢 是因为刘佩云的丈夫谢涛说 刘佩云失踪的那天晚上啊 谢涛呢 开着车从这路过 就看见刘佩云拉伙的那辆面包车 就停在这个超市的门口 在这种繁华地带 等着拉伙的可不止刘佩云一个 还有别的司机师傅呢 于是当时旁边的司机 也给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说那天晚上他曾经看到有一个男的就上了刘佩云的车 时间大概是晚上八点多 各位 九点来中 这刘佩云的手机可就关机了呀 那么晚上八点多上的车 他就很有嫌疑呀 这个男人应该是重中之重 这是关键的一环 那么这个神秘的男乘客到底是谁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警方啊最终了解到了消息 当时在案发当天晚上 有一个神秘的男乘客上了刘佩云的车 这刘佩云是九点左右 丈夫给他打电话就找不着了 这男乘客上车呢 是八点多 那么这个男乘客就有着重大的嫌疑 最起码 他是这个案子的关联者 找到他 这案子就能破了 他是重中之重 可是 别的司机师傅们呢 也没有过多的注意 没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 警方呢 就还是刨根问底的 就接着问呗 经过反复的询问 终于了解到了一个细节 通常别的客人 坐他们这种面包车 那都得讨价还价啊 去哪哪哪多少钱呢 五块钱 哎呦 三块钱行不行啊 那都得还价 但是 那个搭车的男乘客 没有跟刘佩云讲价 直接就上车了 坐在了后排的座椅上 据别的司机师傅说 当时给人的感觉 好像刘佩云和这人认识 应该算是熟人 刘佩云呢 开的这辆车 那就是一辆黑车啊 没有正规手续的面包车 也没有那机架器 就是不能打表 客人上车之前 那都得把价格谈好了 那么刘佩云 认识这个男乘客 这个男乘客 到底会是谁呢 他跟刘佩云 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当时警方啊 再三查看附近路上的监控录像 终于发现了面包车的踪迹 警方分析 这面包车 应该是往西南方向开过去的 可是2008年 这说起来已经是十几年之前了 丽阳市区街道上 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啊 没有那么多 仅有的几处摄像头 被警方调取录像之后 反复的查看 也没发现面包车的踪迹 年轻的刘佩云 和那个神秘的男乘客 就这样消失在了丽阳市区 丽阳警方啊 就继续向南部扩大搜查范围 希望能够查找到车辆的下落 同时呢 也排查刘佩云的社会关系 打算通过社会关系排查 找出来这个神秘男乘客 经过反复的回忆 刘佩云的丈夫谢涛 想起了一个可疑的男人 说这个男的呀 经常会在晚上 给他老婆刘佩云打电话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 这个人呢 叫潘君 45岁 是安徽同龄人 已经结婚了 经常往返于江苏 安徽两地 有着自己的生意啊 通常呢 就是来回打点生意 潘君呢 在丽阳 有一套房子 而他的体型 和那天晚上 司机们所描述的 南乘客的体型 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警方也了解到 刘佩云失踪 当天晚上 这潘君 确实出现在了丽阳 是几天之后 才回到安徽的家里的 警方第一时间 就找到了潘君 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你那天 到底上没上 刘佩云的车 潘君说呀 他呢 对刘佩云 确实是有好感 挺喜欢他的 所以经常去搭 刘佩云的车 但那天晚上 他还真没坐 刘佩云的车 他说那天呢 和朋友喝酒去了 喝完酒以后 就直接回家睡觉了 警方就又找到了 潘君说的那朋友 侦察人员找到这朋友之后 这朋友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但现在毕竟只是潘君 和那朋友的一面之词 事实是怎样 还得继续查 警方当时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事 2008年9月份的这一天 从安徽来到丽阳的潘君 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 之后八点多钟 他跟朋友说要回家睡觉 但觉得时间还早 就来到了超市门口 准备坐车回安徽 由于坐过刘佩云的车 和刘佩云呢 也比较熟 再加上对刘佩云也有好感 所以没讨价还价 就上车了 路上啊 潘君因为喝得醉醺醺的 可能用言语就挑逗刘佩云 甚至有可能趁着酒劲 动手动脚的 这就引起了刘佩云的不满和反抗 最后潘君恼羞成怒 趁着这夜黑路远的 就杀死了刘佩云 当然这是警方的推测 为了了解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 警方对潘君展开了调查 面对警方的质疑 潘君的始终就是那一个说法 我就是回家睡觉去了 我真没坐他的车 但是除了那个朋友之外 又没有办法提供其他的证明 刚才咱们也说了 08年丽阳市区的监控设施不多 所以也没有监控录像 能够证实潘君那天到底回没回家 这个潘君的嫌疑 也就一直不能确定 也不能排除 就在那悬着 那么除了潘君之外 别人有没有作案的可能性呢 警方啊 决定重新审视 这起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其他人 警方这时候突然就觉得 在报案的过程之中 刘沛云的丈夫 显得有那么一点奇怪 各位 咱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说过 通常警方在面对杀人案件的时候 无论是男方遇害 女方遇害 其中啊 会重点怀疑的 就是受害人的配偶 当时为什么警方会觉得谢涛奇怪呢 因为谢涛啊 报案报的特别快 好像就急于证明什么事情似的 一般情况之下 说妻子不见了 你得先找找吧 先打电话联系联系吧 很少有说刚打电话找不着 刚隔了一宿就去报警的 所以警方就认为谢涛 是不是急着证明什么事情 急着想摆脱自己的嫌疑呢 这样反而让他自己的疑点就上升了 警方决定开始调查刘沛云的家庭 发现这刘沛云呢 在开车拉活之前 是在商场里边做导购啊 后来呢 经过别人介绍 就认识了谢涛 谢涛呢 就开出租车 俩人谈起了恋爱 互相感觉也不错 也感觉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了 四个月之后就结婚成家了 在这以后很快就有了孩子 自从有了孩子 这生活负担是越发的沉重 案发之前 他们呢 把儿子交给了父母抚养 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 刘沛云那商场导购的活啊 也早不干了 就用这面包车 白天的跑跑黑车 挣点钱 不过很快 刘沛云和丈夫的感情啊 就出现矛盾了 这矛盾出现在哪 还就出现在这辆车上 这面包车 当时买啊 是花了四万多块钱 这四万多块钱里边呢 有两万多是跟亲戚借的 借的钱 比自己本身家里有的钱 钱包里有的钱 多出来太多了 所以这种生活的压力会很大 就引起了夫妻不和 那么会不会是夫妻矛盾 夫妻不和 进而引起夫妻吵架 甚至啊 这谢涛因此动了杀心呢 警方啊 调查了一大圈 发现刘沛云失踪当天晚上 谢涛呢 也一直在丽阳市区里边跑出租呢 确实是在拉客 谢涛跑的是正式的出租啊 所以他的活动轨迹啊 是有资料能够证明的 但即便如此 警方还是没有完全排除 谢涛的嫌疑 头一天晚上 妻子没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就报案 这种情况确实不常见 那警方做出一个推测 会不会谢涛已经知道 自己妻子被害了呢 由于经济压力 谢涛夫妇多次发生争吵 引发了激烈的矛盾 谢涛呢 开始嫌弃妻子了 打算买凶杀人 9月4号晚上7点半 给妻子打电话 假装有个朋友 需要妻子帮忙送一下 他呢 还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 专门去妻子经常拉活的 超市门口看了一下 确认无误之后 就让杀手前去搭车 因为打过招呼了 所以刘沛云也没讨价还价 就让他上车了 在半路上 雇来的杀手就杀死了刘沛云 而谢涛照常开车 在路上跑出租 故意让很多人看到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赶去报案 来伪造他和此案无关的假象 这是警方的又一个推断 不过推断是推断呢 警方也知道你不能拿推断当真呢 如果真是夫妻感情不好 完全可以离婚呢 谢涛会为了这事就雇凶杀人吗 再者说了 破案最讲究什么呀 证据啊 证据在哪呢呀 警方决定 对于刘沛云失踪之前这一段时间 谢涛的一系列行动 来进行深入调查 通常丈夫杀人 无非就有这么几个原因 对吧 要么你是想着杀妻骗保 类似的案子咱们也说过不少 要么是有了婚外情了 要么是有着其他的一些 不清不楚的关系啊 但是把这谢涛调查完之后 发现他既没买过巨额保险 也没什么其他的奇怪举动 也没有婚外情 社会关系也不复杂 所以他的嫌疑 警方认为应该排除掉了 可以这么说 从刘沛云失踪之后 警方就提出一个一个的假设 然后一步一步的调查 但是查来查去 一转眼两年多的时间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那么这个神秘的男乘客 究竟是谁呢 是不是这个男乘客 杀害了刘沛云呢 两年前刘沛云刚失踪的时候 立阳市公安局的秦超一 就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而两年之后 发现尸骨的时候 秦超一已经成为了立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秦局啊 能够清清楚楚的记得所有的情况 因为这起案子两年来啊 这秦局一直就没有放弃过 一直紧密的追随着 如果不是这一回发现了刘沛云的尸骨 甚至他们连失踪人刘沛云的生死都弄不清楚 发现尸骨之后 秦局呢 也跟民警们说 这个案子啊 有很多异常反常的地方 跟咱们以往所有的命案凶案相比的话 这都是有违常理的 为什么秦局说有违常理 这起案子到底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秦局啊 召集专案组的民警们啊 跟大伙一块就分析 秦局就说 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些信息得到的线索啊 是有违常理的 为什么秦局说有违常理啊 第一点 疑似熟人的那个男乘客一直没找到 第二点 两年的侦查过程之中 警方早就摸清楚了面包车的行驶轨迹 也发现了面包车最后被丢弃的地点 就找着这辆面包车了 但是这些地点和现在刘配云尸骨被发现的地点 似乎存在着矛盾 咱们先来说说 当时那辆面包车是怎么找着的 2008年9月份 也就是刘配云失踪之后的第五天 排查小组反馈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说在距离立阳市区西南八十多公里处 一个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拍下来了9月4号晚上9点29分 刘配云驾驶的那一辆银灰色的五菱直光面包车 曾经从这里经过 经过江苏安徽警方跨省合作 一共是查了50多个收费站的这个卡口录像 400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 最终确定 一共在四个收费站的卡口那 发现了面包车通过的影像 9月4号那天晚上 这面包车的大致的行车路线 也就终于被磨清楚了 这面包车呢 是从立阳城区出发 往西走 然后经过朗西的中煤卡口 然后在朗西上了高速 最后在安徽的南陵下来 全程应该有200多公里 通过看这视频监控的时间啊 就能够发现 这个面包车走这200多公里 一共用了4小时43分钟 但是进入安徽南陵县城之后 还是一样的原因嘛 那个年代监控摄像头少啊 这面包车也就失去踪迹了 说实话 侦察员们呢 有点遗憾 这眼瞅着都能找着了 这一下又找不着了 不过呀 民警们也没气馁 重新的仔细的再看一遍视频 这时候就发现 面包车通过前面几个卡口的视频呢 拍下来的那影像都模糊不清 但是能够确定一点的是什么 面包车开进安徽南陵时拍下的那影像能够看出来 开车的人不是女司机 而是一个男人 原本刘佩云是司机啊 怎么就换成了一个男人开车呢 这是不是说在这个卡口之前 也就是男人在开车之前 已经把刘佩云给害死了呢 刘佩云失踪当天晚上 是从丽阳一直开着车 开到了安徽 如果当时刘佩云已经被害了 那么他是在哪个路段被害的 经过反复的实验 警方发现在面包车行驶的最后一个路段 也就是从宣城到南陵食谱之间 这116公里的距离这 正常行驶也就是走一个小时左右吧 但是这辆面包车却消耗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整整多出了一个半小时 如果刘佩云已经被害了 这段时间 这个男人完全可以用来处理尸体 也可以对车辆来进行伪造改装 甚至能够对车辆上一些杀人的痕迹来进行处理 得到了这个关键的线索之后 立阳警方立刻联合安徽警方 在宣城双桥到南陵食谱之间的 100多公里高速路沿线 来进行地毯式的搜查 哪怕能够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也行啊 可是一无所获 警方呢继续深入到了南陵县城来进行摸牌 终于在案发的第九天 传来消息了 失踪的那辆面包车在南陵被找到了 那么这面包车在哪呢 在县城一处偏僻的路边 车里并没有刘佩云 包括刘佩云随身携带的手机啊 平时手上戴的金戒指啊都不见了 此外车上还少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车前后边的车牌被人卸了 另外就是车里的MP3播放器也被拿走了 现在MP3不值钱 在零几年的时候 那可是好东西啊 不光是少两样东西 这车里啊还多了两样东西呢 多了两样什么东西啊 车辆前排司机座位下边有一大堆的烟灰 另外呢 车辆后排座椅上有一个那种蝴蝶形状的发卡 这种发卡一般只有女人才会戴这个呀 经过谢涛辨认 这个发卡应该就是他妻子刘佩云的 发现车辆之后 技术人员呢立刻就对这辆车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神秘男乘客的毛发指纹脚印等等物证 但是啊再一次让技术人员失望了 为什么呢 甭管是方向盘还是车门啊 包括几脚嘎啦都被仔细的擦过了 侦察员们就开始意识到 他们呢 这是碰到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对手 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别说他自己的指纹 连刘佩云的指纹都没留下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的这种行为动机就很可疑呀 尽管说指纹斜印毛发都没找着 但是别忘了 车里边可遗留下来了那两样东西呀 一个是吊在后排座椅上的发卡 一个是司机座椅下边的烟灰 本来应该坐在前排的是女司机刘佩云 为什么他的红发卡吊到了后排座椅 刘佩云是不抽烟的 为什么在驾驶座的地面上有烟灰 由此看来这凶手应该是一个抽烟的人 而且行凶之后还自己开车走了一段路 所以随手就把烟灰弹到了驾驶座的地面上 这是多出来的两样东西 再来说少的两样东西 一个是前后车牌 一个是MP3的播放器 通过查看那个撬的痕迹啊 这痕迹很明显很粗糙 这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或者说犯罪嫌疑人 是在慌张仓促之下 把这MP3给撬走的 生怕被人发现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在晚上啊 黑灯瞎火没看清楚 所以留下了非常粗糙的这种撬痕 他为什么要撬走这个MP3播放器 虽然说MP3播放器 在当年也算是挺好的东西 挺时尚的东西 对吧 但他撬这玩意干嘛呢 特别爱听音乐 回去以后听命运交响曲 还是说手头困难 想把这撬走了 拿去卖钱去 可这玩意你撬下来 他是二手的了 他也不值钱了呀 费劲巴拉 弄一个并不太值钱的东西 打算去卖钱 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经济状况 极度的紧张 这时候犯罪嫌疑人 大致的这个轮廓可就出来了 首先烟瘾大 其次会开车 第三经济状况紧张 第四有一定的反侦察经验 哪来的反侦察经验 那就很可能是有犯罪前科呀 第五他对于立阳和南陵之间的这路线 非常的熟悉 这五个特点勾划出来之后 那么能不能判断出来这个神秘男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不能把他给揪出来呢 经过警方啊 再三仔细的检查 立阳警方的法医呢 终于在这个面包车拉门的那个内侧啊 发现了两处没有及时擦掉的血迹 经过比对 其中一份血迹是刘沛云的 但是另外一份血迹 却不是刘沛云的 那么那个人会是谁呢 警方啊迅速对这处血迹进行了DNA的提取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血迹既不是刘沛云丈夫谢涛的血迹 也不是之前我们怀疑的那个潘军的血迹 而是一个未知男性的血迹 警方根本不知道这男的到底是谁 哎呀 这可以说是解开一个谜 那么接下来面前就又是一个更大的谜 潘军和谢涛的嫌疑都能够被排除了 但是这神秘的男乘客还是没找到啊 警方迅速把DNA数据输入到了全国的DNA数据库来进行比对 但是都没有比重 民警们说实话 再一次的失望啊 失踪的面包车发现了 DNA发现了 可就是这人他就无影无踪了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点不太对劲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之前咱们说秦局为什么认为发现面包车的地点和发现尸骨的地点有矛盾 通过之前咱们的讲述啊 大家也都知道了 刘沛云很可能是在马上到南陵的最后这一百来公里的路段上遇害的 那么假如你已经快到南陵才遇害了 你应该是在南陵在安徽来进行埋尸啊 为什么尸骨被抛在了丽阳郊区的一个湖边呢 那也就是说凶手应该是先杀害了刘沛云 先把刘沛云的尸体抛尸 然后再开车逃回安徽 可当时黑漆妈乌的他为什么慌慌张张的先抛尸 并且他假如是安徽人的话 为什么要抛弃在也许并不熟悉的丽阳市 为什么不等回到安徽之后踏踏实实的来抛尸呢 那样不就更有保障了吗 尸骨被发现之后 秦局带着专案组的民警们重新进行了梳理 大家就想啊 尸骨在郊区的河边 车在安徽南陵 车上那车牌子被卸了 同时车里的内饰啊 角角落落都被擦得非常干净 但是唯独在车门那流下了两处血迹 还有就是收费站监控录像拍下来的模糊的身影 大家把这些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细节综合起来这么一想 警方啊 有了新的侦破思路 这一次有了怎样的新思路呢 能不能找到侦破案件 关键的突破口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警方啊 经过对现有的线索 重新进行梳理和分析 这侦破有了新的方向 秦局就提出来 这些啊 很可能都是犯罪嫌疑人 刻意的干扰 他把尸体抛的那么近 把车抛的那么远 实际目的是什么呢 不要让人怀疑到 他就是立阳本地人 就是想着把侦查视线 引向安徽南陵 所以当时专案组 就确定下来 下一步的重点侦查范围 就是立阳 目前来看呀 要想着侦破此案 还是缺少一个 关键的突破口 所以秦局决定 再到尸骨的发现地 重新进行勘查 这一次能不能有所收获呢 这一回去了呢 在河沟里啊 发现了螺丝 您各位一听 那这这还用故意找吗 啊 这河沟里肯定有螺丝啊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 对吧 大伙吃螺丝 那家伙吃的不亦乐乎啊 我最服气的是什么 哎呦 江苏啊浙江啊 哎 这一带的朋友们啊 吃螺丝人家真是 拿嘴这么一作 嘖 嘖摟一下 人就吃进去了 我真是练好几年 到现在我也作不出来啊 这螺丝呢 是南方最常见的淡水螺 在这丽阳的岛田河沟里边 那是处处可见 那么在这河沟里 发现螺丝 怎么就会引起警方的注意呢 原来啊 秦局就发现 发现刘沛云尸骨的这个地方 螺丝的数量是惊人的多 这玩意儿河沟里是多 但一般不会这么多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多少呢 发现了一百多斤的螺丝 这家伙要都炒熟了啊 那吃的太过瘾了 所以警方就推断 这螺丝啊 不是自然生长的 而是人为倒进去的 除了螺丝的数量不正常 经过对周边村民的调查 还发现这堆螺丝出现的时间 也很蹊跷 就是在08年的9月份 这儿的螺丝突然就多起来了 也就是说 刘沛云失踪的那段时间 这螺丝多起来的 这个时间节点 这也太巧合了吧 根据村民回忆 说08年9月份的时候 他们呢 来到附近种稻子 突然就闻到这河沟里边 散发出来一股恶臭味 走进了这么一看 发现是一堆螺丝 本来呢 以为是别人倒掉的垃圾 也就没人留意 可是这堆螺丝 就正好掩盖了 尸体腐败散发出来的尸臭味 也就掩盖了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行为 这么大量的螺丝 一定不是当时处理完了尸体之后 立刻就盖到尸体上的 也就是说 凶手做完案之后 把车抛弃之后 又重新回来 扔的这些螺丝 如果他是一个外地人的话 还会回来专门扔趟螺丝吗 由此警方就更加断定 凶手就是立阳本地人 或者至少也是经常居住在立阳的人 尽管当年的两个犯罪嫌疑人 丈夫谢涛 还有那个潘军 经过DNA比对被排除了嫌疑 但是现在还是不能彻底的割断 他们和案件的关系 也许他们从中起到了某些作用 有某些关联 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什么其他线索呢 警方立刻又开始调查谢涛和潘军 两年来啊 潘军呢 仍然往返于江苏和安徽之间 经营自己的生意 而谢涛呢 也不再追问案情了 但是也没有重组家庭啊 也没有继续找新的妻子结婚 而且这俩人都没有大量接触罗斯的经历 似乎这两个人的嫌疑又再次被排除了 没关系 还是把他们悬在那儿 也不是彻底排除啊 也不能确定 他们就是嫌疑人 警方决定继续扩大排查范围 从罗斯这条线索展开调查 很快一个立阳当地某集贸市场里的男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个人呢 叫周西松 42岁 已婚 有一儿一女 他的家呢 距离刘沛云尸骨发现的地点只有十几公里 他从事的是水产品运输 其中就经常运输罗斯 同时经过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个周西松啊 烟瘾大 会开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经犯盗窃罪 入狱服刑 为什么之前那DNA比对没比对出来 就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入狱啊 还不采集DNA呢 那时候技术还不成熟呢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周西松并不简单 曾经经营水产运输 还是有些成色的 他在200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二百万的资产了 零几年 在当地很不错了 这算是个富豪了 一个有着百万身家的人 为什么要去截杀一个女司机 为什么抢走人家的手机戒指 甚至连那面包车上的MP3播放器 都不放过呀 这正常吗 正常 为什么正常 因为周西松 后来因为迷恋上了赌博 把这万贯家财 可都输了一个精光 案发的时候 他呀正是过得最艰难的时候 那叫穷的叮当乱响啊 那段时间呢 他还经常往返于 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那么凶手会不会就是周西松呢 周西松啊 这赌博的毛病一直没改 警方你要直接把他抓过来 也不能确定人家是嫌疑人 那这也不行 也怕打草惊蛇 正好趁着周西松 再一次聚众赌博 那我这打击赌博 我把你抓过来 我这是合情合法呀 对不对呀 这样呢就留下了周西松的指纹和血样 并且和面包车里发现的男性血迹 进行了比对 最终证明 两份DNA完全相符 可是 这还不叫破了案了 秦局心里边知道 DNA比对成功 你不能证明 凶手就是周西松 只能说明周西松曾经到过车上 那也许人家坐车不小心划破手指头了呢 对吧 如何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呢 周西松的供述就尤为关键 但是面对警方的调查 周西松啊 就是不说话 问什么什么也不知道 行了 你不说 那你就接着沉默着 侦察员继续在周西松的外围展开调查 很快就发现 周西松妻子平时打电话用的是一部白色的手机 手上呢 还戴着一枚金戒指 而这部手机还有那金戒指 正是死者刘沛云失踪当天晚上随身携带的 这周西松行啊 把人害死之后 手机就拿给媳妇用了 死者手上的戒指撸下来 也给了媳妇了 这算是疼媳妇吗 咱也不知道啊 反正种种的可疑情况表明 周西松有着重大的犯罪嫌疑 一系列证据 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这时候周西松知道 再抵赖已经没用了 于是对杀害刘沛云的事实 供认不会 这起两年的失踪悬案 终于搞破 那么案件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跟这谢涛 还有那潘君 有没有关系呢 原来啊 曾经腰产万贯 但是迷恋上赌博的周西松 倾家荡产之后 案发那天晚上呢 正想找个朋友做点生意 打算东山再起 晚上八点来中 跟朋友吃完饭 喝完酒 就来到了那个超市门口打车 当天哪 喝酒喝的也不痛快 他痛快不了 日子过成这样了 因为心里边烦闷 所以呢 也没讨价还价 要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呗 直接就上车了 刘沛云呢 也没多问 就开了车 可是到了半路上 这周西松啊 还是感觉路费贵啊 因为车价问题 就起了争执 最终刘沛云就决定 我不接这趟活了 你下去吧 哎 这一下子 可就惹恼了周西松了 这周西松呢 日子已经穷的叮当乱响了 经历过从穷到富啊 又重复一下子变穷 他这心里啊 慢慢的就有那种畸形的心态 就出现了 酒精的作用之下 本来就晕晕乎乎乎 容易冲动 再加上刘沛云言语的刺激 他突然之间就临时起义 我呀 杀人劫财 面包车开出立扬 也就几公里 周西松呢 就假装要上厕所 让刘沛云把车 停在了一个偏僻的路边 趁着刘沛云不注意 就把刘沛云给掐死了 在掐刘沛云的过程之中 刘沛云呢 也是玩命的反抗啊 这俩人呢 反正也在那经过了一番搏斗 最终呢 这刘沛云 还有这周西松那手 正好碰到了座位边上 门框内部的那铁栏呢 这把手给弄破了 这才导致了擦拭血迹的形成 作案之后 周西松自己开着车 就到了附近一个隐蔽的河沟 就打算抛尸 抛完尸之后 开着车一路 开到了安徽 在南陵 把车扔了 把车牌撬走了 这是故意迷惑警方的 就让警方认为 凶手就是安徽人 那你就查安徽去吧 你就查不着我了 离开的时候啊 拿走了刘沛云的手机 跟金戒指 撬走了这MP3 事后呢 又悄悄的返回了抛尸的地点 他本身不就运这螺丝吗 倒了一车的螺丝 打算掩人耳目 再来说说周西松 在杀人之前的一些经历 他20岁的时候 因为偷东西 入狱服刑 30岁的时候 出狱了一段时间了 经过不停的奋斗 终于有了不菲的家产 可是到了40岁 又因为劫车杀人 浪荡入狱啊 最终2011年5月份 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周西松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案子呀 也就为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离伤证刑 他最终一步的 我们看 看